很多朋友都会打电话说我们的节目 最好一礼拜 压力电话、红色电话 可以这样出现一半拜 可见压力电话、红色电话 其实朋友很爱听 其实你只看我们的节目 你所教许的一些自称台湖的歌词 他们的歌都可以来出现平均 台湖歌好听得太多 你很久不能听到的也太多 在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出现 我再来说压力电 压力电当中1965年 民国五十四年在家台姓老师 台北志佳 官网到来山后一辆生命热热 金氏手机出版时 的头家不问政宣誓 可以说是咱们说拍梯、探烈 在在地的期间里面 还推出到来山高年 再度风筒 这张手机刚才说来山高年 以后呢 另外一首心爱科比提顿时 也是同样的压力 这首心爱科比提顿时 是家台姓老师 在一大堆当中的演讲 里面的歌曲 可以说是用心好下去 有哪儿竟 有哪儿竟竟出来一首积极劲 很适合他掂点歌路的歌曲 以后呢 才跟他的太太夏雷彦 共同用心研究探讨 在创作完成的一首 可以说唱完青春乐伐 可爱的台舞歌曲 说到夏雷彦 这位旗代姓老师 一生用情最亲、最爱的太太 不然人家说天堂烘烟 很早就来离开的爱切 夏雷彦这是一个很可见 藝術的旗材 夏雷彦出身在藝術的家庭 他的老伯就是那位 宜兄彼乱忘 生命的台湾官邀 祖习家 受到祖习家 祖习家这是社群雄 当社群雄受到老伯的这些英雄 他最后对音乐就很有兴趣 到十五岁那年 又在加立当时 昂片北台湾的 王明山公布局团 丹念修生的角色 社群雄不但说公布局 都要真好 在那时 也学会很多台舞的文学 后来呢 试试跟一个电台工作的家台性 因为幸福一样 渐渐 渐渐 对文学极高 结成一段美好的银言 这对我们爱夫妻 合作的歌手太多 不过呢 根据家台姓老师 丹老平透露 这首 心爱科比天丁亲的歌名 也是他经常向社群雄雄 所说的一句地言不久 可以说是对太太所说的三年月 因为家台姓老师 心目中社群雄雄雄 就好想像天上的市 那年漂亮 因此呢 这个歌的歌名 是家台姓的 表示说当时对社群雄雄的爱 到他心目中的社群雄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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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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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